酒驾撞死一人统统被警方带回 29岁的林姓驾驶坐在派出所里头 一脸还是醉醺醺的样子 看到媒体镜头还刻意要后座乘客帮忙遮挡一下 还原事发当晚的行程 他和朋友先到台北市吉林路上喝酒吃饭 席间喝了不少烈酒 吃饱喝足载着黄姓友人一起返回淡水住家 没想到途中发生意外撞死方姓工人 展露长好身材露出一双大长腿 这是灵性驾驶私下的模样 总是打扮光鲜亮丽到哪玩都要留下网美照 甚至还会和男友一起放闪 脸书上也有贴出美超的照片 说是提供大家出国赚钱的好管道 还说月入6到8位数 低薪8万还能包吃包住包鸡 甚至出车货的那台BMW畅膨车 还放在个人脸书的封面上 灵性女子自称是自由业 但是她有诈欺公共危险前科 从来没有驾照 但过去就有酒驾记录 也就代表这回她没有学到教训 救后舞照继续开车 害死一条人命 全案警方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令同车女性友人 一并依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5条处罚 在派出所里 零星驾驶一开始还情绪激动 甚至一度无法制作笔录 这次酒后床下大祸 就算酒醒后再怎么后悔 赔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别人的一条生命 TVB新闻 蔡明勋陈冠冠于 渔乌齐无线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